中国是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个我们中国杂技在世界的舞台上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按照历史溯源的角度 中国杂技最早要溯源到 秦汉时期的脚底戏 后来一直严惩到今天 外国杂技呢 比较单一地去追求它的舞台的效果 而我们中国杂技靠什么 靠腿上和腰上的这种硬功夫 外国人评价我们有公益美术的这种感觉 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最高评价 那么我们综上所述呢 无论从历史溯源的角度 还是从我们中国杂技演员的这种功夫上 中国都是世界杂技的 公认的第一强国 于宜宜在全世界各地 已经演出了十几年 将近三千多场我知道 有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经历 难忘的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最难忘的一场演出 其实是一场 就看似平淡无味的一场演出 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巡演到欧洲的时候 然后到了西班牙 然后那个时候每个星期要演十场 特别累 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作为一个演员 又把这个当成一份工作 觉得就是开始变得无趣了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演完出 我们艺术总监把我拉到后台 他说我带你去见俩人 我就跟着他走了 然后我到了后台 我看到一个母亲牵着一个儿子 那个儿子手里拿着一束花 他就看到我以后 他就把那束花给我 他跟我说谢谢 我也没在意 然后那个母亲后来转头 他跟我说 他说其实我的儿子有自闭症 他说他这半年没有怎么说话 他说这一句谢谢 可能是他在这半年里边 说的唯一一句话 他说谢谢你们的演出特别精彩 他感动了我的小孩 他才有这种反应 其实他就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 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 哇 好像我的工作 无形当中被赋予了一种使命感 我在舞台上面的一种表现 好像能给别人传播一种正能量 能给别人带来一种阳光 给别人一些鼓励 其实我觉得我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 然后我自己也挺快乐的 冷松老师听完这段故事 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个太阳马戏团 他描绘的这个玄幻世界里面 没有痛苦 没有悲伤 大家和睦相处 我听着您的故事感动在哪呢 就是马戏原来不仅仅 可以给人带来快乐 还能够治愈一些人的疾病 两位表演这个杂技 也可以用三句话来形容 险中有稳 洞中有静 瓶中有齐 两位所传达的这个快乐 能够让一个儿童的疾病 能够治愈 我觉得这显示出 我们中国杂技的力量 我们中国杂技的力量 也看到不是